命理師臉書上PO上千萬超跑的內裝 開心出門壓馬路 各式跑車呼嘯而過 沾線命理師參加車聚跑山 名車一次看透透 他除了愛開超跑 還喜歡打高爾夫球 今年3月31號他開心開著 新車要駕一千五百多萬的 藍寶堅尼 颶風狂牛倒淡水 卻與機車發生車禍 地面上機車磨出了長長刮痕 價值二十萬的跑車後照鏡刮花 這下慘了 事發地點在淡水的中正動路上頭 當時周信南大生這一摔 摔斷他左邊的鎖骨 必須要開刀治療 但是詹姓命理師事後卻控訴說 這個家屬跟他求償將近四十萬的醫療費 他認為不合理 命理師臉書PO文說是學生騎摩托車 撞他的後照鏡 學生受傷開刀 事隔半年 保險公司卻來電 說對方求償近四十萬 不願和解 還說對方的親戚認為他開好車 一定要他多賠點 讓命理師記得要找第三方鑑定求償車損 看他最後能拿回多少 文章迅速流傳 肇事影像也曝光 畫面中紅色超跑跨越中線要超車 側身擦撞機車 男大生因此倒地 網友PO文打臉 但解稿前 詹姓命理師不願受訪 但發出五點聲明 對於賠償認知不同 像由法院判決 有允諾合理賠償他都願意接受 2009年9月超跑火燒車事件 詹姓命理師涉嫌替中泰賓館前董事長頂包 不止一次因為超跑上新聞版面 這回又鬧出風波 他只希望透過司法讓事件落幕 記者鄭允錫瘦翔 新新聞報導